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Biscuit à la Pierre 即是英文的Lady Finger 來做蛋糕底 但我最近一直在做Genoise 系列蛋糕 貪方便,繼續用它做蛋糕底 效果有些差不多 發覺高點師亦有這樣做 請大家不要介意 首先是準備糖水 看到有一個食譜介紹 除了簡單地用糖加水煮滾之外 還會將做這個蛋糕要用的葡萄乾 洗乾淨後放入糖水裡一起煮 然後將糖水過濾出來備湧 這樣做可以增加糖水的香味和食味 而葡萄乾煮過之後 會略為發大和變軟 這個時候再用朗母酒浸泡 會吸收得更加好 令到葡萄乾更有酒香 實踐證明這個方法果然是好 值得推薦 再之後就是準備今次要用的奶油 這個又是一個法國高點基本功之一 被納入考取法國高點汁熱門 憑Cair Bay的其中一項課請 我會在稍後專門剪輯一段獨立的視頻 來介紹 今次就不重複了 只是簡單地說明一下 先做一個英國奶油 Cermon Glace 然後加Glatine明膠 或者香港習慣叫的魚膠 再加打發起的淡奶油 Cerm 4D得出的 換句話說 它和Cerm Diplomat的做法基本相同 只不過是將Cerm Diplomat 裡面的Cerm Baptisière 換成Cerm Anglaise 這樣就變成Cerm Bavaroise 需要的材料準備好 就進入組裝工具 如果我習慣用Biscuit à la Cuiere做蛋糕底 就用做Tiramisu的方法來做 但是我因為沒有合適大小的無絲圈 同時又改用了Genoise做蛋糕底 所以就不按常規 而是用焗Genoise的蛋糕模來做 因此程序要反過來 先剖一層泡過朗母酒的葡萄乾 然後填一層Cerm Per Fouacau 奶油 再鋪一層Genoise蛋糕底 然後塑上大量的糖水 直至蛋糕底完全濕透 之後又鋪一層葡萄乾 再放一些果醬 補充一句 按法國做法 是應該鋪杏果醬 Confit dure d'Aprigo 但是我用自家製的西莓果醬 效果不同 但是都很美味 接著再填奶油 和鋪上最後一層的蛋糕底 但是事前亦都是先幫它掃糖水 然後再蓋上去 組裝工序就完成了 接著用保鮮膜把蛋糕蓋好 放入食櫃裡面起碼兩個小時 等奶油凝固之後 就可以反過來上碟 來到這裡 大家會發現 蛋糕面只有葡萄乾 賣相不太好 如果淋上一層果醬 或者用色彩鮮艷的水果 放一些上去 可能會更好看 但是家人心急吃蛋糕 於是匆匆忙忙切開就吃了 做一個簡單的食後點評 冷凝固版的Diplomart蛋糕 在食味和口感上 和熱控版的有頗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個人覺得冷凝固版 細緻一些好一些 而且切開之後 可以看到更加層次分明 較為像高級蛋糕 而熱控版的 較為像家庭式蛋糕 最後講一下這個蛋糕的一些法文知識 早幾日有熱心的網友 看過熱控版的Diplomart蛋糕之後留言 說他有點像麵包布丁 說得非常對 這款蛋糕的英文名 就是Diplomart Poutine 想維基百科查這個詞 得出的結果 基本上就是我剛剛介紹過的內容 不過英文維基在一開始的時候說 Diplomart Poutine的法文名 是Diplomart Au Parfois 這個說法是錯的 不信? 讓我拿法國權威美食詞典 Larhus Gastronomique來解釋吧 回到Diplomart這一欄 會發現法國人說 他的準確叫法其實是 Poutine à la Diplomart 所以他的概念真是布丁 而在他之下 有另一欄才是Diplomart Au Parfois 細看內容 正是今次我介紹的冷凝版Diplomart蛋糕 因此Diplomart Au Parfois 是所有Diplomart蛋糕的其中一個做法 不是好像英文維基說的 它是法文的統稱 其實Bavarois是法國另一款蛋糕的名字 用的是Can Bavarois奶油 做法剛剛好就是好像今次這樣 將奶油倒進蛋糕模裡 凝固之後反過來上碟 因此Diplomart Au Parfois 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Diplomart蛋糕裡加了Bavarois蛋糕 再向下看 又有一欄叫做Diplomart Au Parfois 細看內容 剛剛好正是我上次介紹的熱凶版Diplomart蛋糕 再回到下一頁 還有另一欄叫做Diplomart Au Parfois 細看內容 講的是另一個冷凝版Diplomart蛋糕 如果上YouTube 輸入Putin Diplomart去查 會找到一段講德文 但配了法文字幕的視頻 介紹的正是這個冷凝版蛋糕 它唯一和前年不同的地方 是視頻沒有加入西梅干 講了那麼多囉嗦話 可能大多數人都沒有興趣 不如趕緊做一個來試試 很好吃 今次就講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HALA PORTION